permanent 第一个音节 per 我们念成per 第二个音节 ma 我们念成ment 这个音节我们念成ent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permanent permanent permanent这个字呢 它此类是个形容词 中文翻成永久的 长设的 来我们看英文解释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and meant to last forever going on就是持续 继续一直持续下去的 持续多久呢 for a long time 持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呢ment 它的本意是如此 注意啊这边的ment呢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表被动 可以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看 跟前面的going on 可以互相呼应 而且呢它的意味着 to last forever 那这个last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叫做持续 持续多久呢 forever就是永远的意思 永久的 我们可以把forever 跟permanent这个字呢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同意字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看 下面的例句 my permanent address is in花莲 but my mailing address is in Taipei my permanent address 好这边的permanent address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chunk来记 所谓的永久地址 当然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常常讲说 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 永久的地址 因为有时候人是会迁移的 会迁徙的 所以他说呢 my permanent address 我永久的地址呢 是在花莲 but my mailing address 这个chunk顺便记下了 就是通讯地址 我们英文就念成 mailing address 我的通讯地址呢 确实在台北 那这个permanent这个字呢 最后面呢 Andy呢想来帮各位 顺便呢做一个归纳 就是跟permanent这个字呢 的同一词 有哪几个常见的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forever之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的 叫long lasting 这个long lasting 叫last跟last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知道词类也是不一样的 好除了long lasting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常见的 叫做ever lasting 那至于呢 中间有没有hyphen 有没有hyphen 你就把它这样子记起来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呢 你也不要去问他 为什么他们用习惯呢 就是这样子用 我们就一起把它记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另外的这三个字 把它当成是permanent的同一词 所以那这个字呢 念成permanent 形容词永久的 常设的